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EY学堂 上个月我们讨论过有关预测学 里面即使有真确的理论、预测率、准确度很高的理论也好 若果太多人知道,反而会令到理论的预测准确度下降 所以若果你想将真确的理论、预测准确度保持高水平 就要天机不可泄露了 有朋友说,逻辑成立而已,有没有真实个案? 是不是真的曾经试过有一些理论是发明者 知道了不公开,然后自己去获利 今天就和大家开麦讲一下这个价值万亿美元的天机不可泄露了 今天题目《经济解释天机不可泄》之真实个案 大家如果未看我们上集讲的天机不可泄露 大家可以在以下的连结先重温 话说我们上个月提出重要的金融经济理论 就是说,若果你想有高的预测准确度 就要少些人知道 所以天机不可泄露了 这个预测的第三订论逻辑上高 我们就上一次解释了 也都透过成哥的山羽肉类 风满流的预测 作为一次解说 成哥的个案 他就泄露了给自己的亲信 知的人都是相对少的 但是就没有实际的内容 所以今集就跟大家讲一个 敬天动地的价值1万亿美元的真实个案 因为这个真实个案 就是证明了 有人掌握了真确的理论 为了保持这个理论的高预测准确度 是故意隐藏、不舍路 我说大家不相信 我就引述 今年现月 Veritasium的一条短片 是为了 叫做The Trillion Dollar Equation 翻译中文就是 一万亿美元方程 这条短片非同小可 一个月上载 上载一个月 就已经点击观看的次数 超过660万人次 这个方程式 大家在这个画面看到 DVDT加RSDVDS 再加二分一个 SIGMA S2 DV2DS2 -RV equals 0 这一条就是价值一万亿美元的方程 这个正正就是 著名的Black and Soles 1973 Auction Pricing Model 为什么说 这个就是天机不可洩露的真实个案 大家如果看相关的短片 去到药幕31分钟 大家就会看到 它里面就引述访问 Ed Fromm 他就 那几句说话 我就把片子 截图给大家看 他说 I actually figured out what this model was back in 1967 1967 他意思就是说 我其实 已经在1967年 就已经找到 这个模型的了 那他继续说 And I decided that I would just use it for myself 我就决定 收了 只是给自己用的 And then later I kept it quiet for my own investors 然后我就静静地 只给自己的投资者做预测 接着他就继续说 The idea was to basically make a lot of money out of it for everybody 他说 这个想法 基本上就是想 为我帮投资者 赚大钱 但是 Fisher Black and Myron Soho came up with an equation 后来 在1973年前后 就被两位学者 Fisher Black和 Myron Soho 就发表了相类似的方程式 Robert Merton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his own version 红奇 另一位 Robert Merton 又独立地发表了 他的版本的方程式 这三位的著名学者 非常少可 就是今时今日 全球各大奇权市场 Options 的必备方程 大家都应该记得 我们有开麦介绍过 奇权就是投资市场的一种衍生工具 奇权价值 过去百多年一直都是市场 希望能够有相关的金融理论 可以预测和推算以便计价 但是奇权价值非常复杂 所以经过百多年的多位著名学者的研究 都一直未能够找到有效的理论 直到1973年 Fisher Black和 Myron Soho 才第一次发表了一条 较为有预测度高的方程式 而同期 其实他们三位都有互相切磋 所以同期Roberts Merton 也都独自发表了另一条类似的方程式 想不到原来他们都已经迟了7年了 原来在1967年 Ed Fromm就已经发现了相关的模型 而且一直隐藏 收到自己用 让自己的投资者发达 直到这三位学者 在国际期刊发表了 就变成了人人都知道的方程式 那天机就外涉了 一天机外涉 他的预测度反而低了 再不能够靠他来赚大钱 所以这个故事 正正就是一次非常好的经典个案 就是真确的理论 那么如果想去的预测度高 就要收藏 天机不可善 至于如果大家说 我未听过什么叫奇权价值 网上高 你打奇权价值 或者选择价值 都很容易找到 很多相关的报导 或者简介 我自己也是在上年8月25日 有一条经济解释的短片 大家可以从1里面 有部分是用奇权价值去解释 有关美中港在房市泡沫爆破 至于大家如果有兴趣 这条价值过万亿美元的方程 大家当然可以看看 三位作者的原文 包括BLACK AND SOHO 1973年的文章 将来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期 里面刊登的题目叫做 The Price Option Operate Liabilities 这个正正就是说奇权价值 至于Robert Merton和奇 亦都发表了另一篇 叫做Theory of Rational Option Pricing Journal就是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那为什么会这么高价值呢 就是终于其权市场 就有一个准确的方程式 可以计价 因此三位学者 亦都获得 諾贝尔的经济学奖 1997年 Scholes和Merton 就是分享了 諾贝尔经济学奖 至于为什么 Fischer Black 没有份呢 就是因为 諾贝尔奖 只会颁给再世的人士 Fischer Black 所以就没有办法分享到这个成就 好 今天的讨论到这里 拜拜